好 这个我们紧接着要来看一下 这个潘孟安之外呢 陈吉仲之外呢 要来看另外一位姓陈的 陈时中同学 来 导播我们还有斗内吗 有斗内的话稍微 待会提醒我一下 我们再来感谢 来 陈时中确定参选 导播待会耳机 透过耳机跟我说一下 陈时中确定参选了 台北市民呢 这是一个智力测验嘛 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人是这样分析 台北市民的智力测验来了 确实 智力大考验 很有意思 其实那大家早就猜准了嘛 有没有 他以前加龄加龄的时候 还每天怎样抱着大西瓜 每天坚持出席记者会 每天准 每天都要举行 虽然他常常迟到 但是坚持每天要出席 但后来呢 疫情严重 每天死100 200之后 他就开始一下不出席 有没有 端午节也可以不出席 去吃粽子 一下子不出席 然后突然之间就确诊 有人说他是政治阳性 有人说他是政治筛阳 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还说这个李秉颖还呛他嘛 有没有 这个李秉颖的话不太好听了 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 好 当时大家就说了 他就是想慢慢淡出嘛 对啦 我们都这个绝顶聪明 大家都猜对啦 指挥中心说 陈时中即日起不固定出席 那也传出音信呢 已经为他物色好了 进选办公室 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 就跟小英教育基金会 是同栋楼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周玉寇寇寇姐嘛 就独家告诉大家 没有错 就是他 就是他要选 然后你看到网友立刻就炸锅了 连辞职都不用 直接要来不来的 直接这样子 你身为一个指挥官 你为什么可以不固定出席记者会 总给大家一个说法吧 家里睡觉吗 对 你总要有个说法嘛 你不是发布 好歹说法 本人现在身体不佳 刚确诊完身体不佳 讲话有气无力 体力不够 可以呀 因为他现在有什么理由 现在每天还是死亡上百啊 或是近百啊 对不对 那在每天加龄的时候 你天天主持 现在死亡破百 为什么你可以不主持 你总是得有个说法 所以网友都在问 要不然你就辞职嘛 连辞职都不用 说法都不用 你可以直接要来不来 可以这样 你在我们的办公室开个会 你如果不去就要给个理由 太烂了 对不对 那你这样开会 你指挥官可以不用给理由 这不是很奇怪吗 马上来了 落跑指挥官 不固定主持记者会 但固定跑行程 防疫做好了吗 你凭什么选举 你看网友说 用人命换来的选将 不支持陈市长 就等于中共同路人 大家好聪明 口号大英防疫的选战 苏仁长口误 讲出了真实的话 防疫乱糟糟 要选举效率 马上就出来 浅秋你怎么看待这一句 大家永远记得 这个经典的画面 有没有 喝着红酒 这跟他平常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陈思忠原来是个嗨咖 喝酒的时候 这么的干脆 讲话就是不干脆 他连个戒烟都讲不清楚 对不对 就是这么的干脆 他完全另外一面 然后这个民调也显示 有这个不同 有高有低了 你怎么看待 陈思忠要出来选 台北市民的 智力测验会过关吗 我真的忍不住会想 因为那个时候 韩国瑜只不过早上 一两个行程 一两个小时没有行程 就会说 你在家里睡觉吗 民进党的议员 就盯着他说 没有行程 就算在办公室里 也说他在睡觉 那我真的想问陈思忠 你睡到什么时候 但是他今天下午 突然四点钟出现了 两点钟的防疫局 他不在乎 因为形象开始不好了 开始有负面 大家宁可看到罗一军 不想要看到他 夸得油腻腻的 所以这个时候四点钟 突然出现记者会干嘛 他帮陈思忠当打手 就喊什么石斑鱼 这个鱼类的检验 他很突兀 对 他就帮他讲话说 都是老共的错 你看看这种政治企图 有多么的强 甚至是不担心的 担心害怕什么 这个浅修 听到这个陈思忠 确定应该是要出来选 你知道这个 特别是有很多 这种蓝军老杯杯 听说眷村里面炸锅了 大家在想凭什么 防疫搞到那么烂 死了那么多人 而且说实话 他当时就是因为恋战 因为疫情好的时候 你如果在半年前 把指挥官辞掉的话 你就顶着光环 满头的光晕 对不对 那你现在呢 所有的血债 都会记在他的身上 所以听说你知道 很多那个蓝军老杯 被他等等气炸 大家觉得说 他出来选太好了 希望把他变成 这个姚文之第二 大家共同的目标 但是你看看民调 民调差很多 梅利岛电子报 虽然这个他的满意度 你看到 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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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有过半 这个也很惊人 然后吴子佳就说 陈时中很有可能会当选 但是TBS的民调 大家知道TBS的民调 准确度还算是蛮高的 TBS的民调就显示 在一月份跟六月份 落差很大 但不管怎样 陈时中在台北市的部分 到了六月都是第三名 掉到了18% 但是值得关注的 掉到18% 然后你看看 黄珊珊起来了 感觉上他往下掉 那绿营的票回到哪里呢 当然不可能回到 蒋万安的这边 应该是往黄珊珊这边流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 互有消掌 你自己怎么评估 陈时中出来选的这场选战 他会当选吗 不会吧 其实我碰到的 不管是基层的 或者是蓝营的一些明代 大家都说 一出来这些时候正好 蛮好的 好期待 因为他脸上的线已经只有两个标签 一个叫做酒咖 一个叫做无能 他形象深植在所有女性妇女 我看到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的形象 就是那一张拿着酒杯 擦着口袋 油腻腻的脸孔 这个已经让他从神坛上叠下来 叠到地域里 那个就是一个酒咖的形象 已经再也无力可回天 第二件事情是一旦疫情爆发之后 一千块吹牛吹破皮 全球去拿我们的人民预算去宣传 做大外宣 结果真的疫情进来的时候 告诉大家什么 指挥中心无能 什么超前部署 都好小的骗人 所有的超前部署都只是一场骗局 所有的部署通通是落后 然后让我们放声 让我们去等死 让我们去自救 所以这所有的过程 多少的滴滴的血泪 不管恩恩现在是在跟谁 求一个公道 但是真的要求公道的 绝对是中央 包括疫苗的政策 包括快筛的政策 包括放声的最后的这个结局 造成了这么多人命的丧失 超过5000条的人命 是谁要负责 陈时中现在背着血 背着人命走出来 是他在股市里面 利空最多的时候出来的 你在林佳伦为什么现在出来 喊得这么大声 对啊 他内部说被赢 内部攻击很厉害 就说我出来要挑战陈时中 事后被内部人骂臭的 他这样讲 两个月前 他就超越陈时中 成为教室任的台北市长人选 这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陈时中 现在就是一个酒咖 就是一个无能的象征 那你看林佳伦怎么说 民进党如果派出 仇恨值高的人选 他给陈时中又贴了一个标签 除了你刚刚讲酒咖之外 叫做仇恨值高 我觉得这个标签贴的还蛮坏的 蓝绿的仇恨值跟考验值 这个打中心脏 没错 所以是不是这样才下午急匆匆 四点都跑出来 老老我在这里 不要抱我忘记 酒杯砍起来慢慢教我 可是呢 真的他就是因为蓝绿都看出来 不管你是蓝色绿 或是一般中间选民 就是我们切身的命啊 被威胁到了 政府的无能啊 都挂在了陈时中的头上 你现在还有脸出来 所以蓝莹或说是其他竞争者欢迎啊 柯文哲多欢迎啊 每天出来让他打让他骂 因为骂不过 他这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晶的时间点 但是因为恋战他非选不可 硬要出来的结果 小英男孩们可能是最年长的一位 小英男孩们就是要抢这个位置的时候 可是他真的不要把人民当白痴 所谓自立测验 大家都记得你那些口齿不清所有的言论 你那些无能的行政措施造成了多少人民的丧失 好 请求你再谈一下 这个陈时中你刚刚讲到 他今天下午那个举动 真的是蛮突兀的 所以好积极 我的意思说今天大家也有问他嘛 这个扣解周玉寇说 你确定要出来参选周玉寇独家 那陈时中也没有否认 但他也没有承认 他就说我没有跟周玉寇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那个动作已经就出来了 他可以不主持记者会 但他跑到记者室里面 去跟人家讲石斑鱼 你不觉得很突兀吗 这什么意思啊 就表示说他已经战 他要开始有战略了 对不对 我觉得是代表林佳龙打中了 因为我是真的 上礼拜本来约好林佳龙要访问的 就突然前两天给我取消 当然我们小节目可能不一定 但是他幕僚给我理由很有意思 他说因为上午我们的节目 如果真的打到陈时中 或打到其他内部的人 会被民进党人攻击的更厉害 他们现在内部的压力非常大 出来要挑战陈时中 可是这个压力大到 能够真的打到点 就是刚刚秀芳讲的 他打到了包括民调领先这件事情 包括了仇恨值 超越蓝绿的仇恨跟讨厌值 出现在陈时中脸上的时候 他真的会怕 万一突然让小英听听也有道理 这样考虑一下小英男孩 换一个人演 他会刹会担心 所以这个时候几集出来的 那种姿态之突兀之莫名其妙 绝对就是慌了 急了告诉大家说不要把我忘记 我要告诉大家说 我还是在帮中央出力 我打老共 你看看打老共我是急先锋 不要忘了我是有血汗功劳的 但是显然他现在的确自己 也看得出来自己的弱势跟不利 其实大家也算欢迎他出来选 就让所有选民来检验 你踏着血踏着泪踏着无能跟红酒 还有你跟那些厂商们之间 有多少的裙带关系跟利害关系 让我们这些厂商的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这些通过的EUA 你都能给他一个交代 之前问不到嘛 他躲起来了嘛 你再出来的时候 大家要问清楚了吧 双北台北市都是最高确诊数的地方 你要不要跟台北市民说清楚 他出来选举 我们中间这些画面 应该都会成为他的反宣传片吧 是啊 喝酒啊 拉鼻孔啊 对啊 唱歌啊 切西瓜等等 陈时中会像吴子佳讲的 当选台北市长 还是像很多台北市民 眷村老伯伯希望的 把他变成姚文智第二 因为美立岛 这个民调是 出类拔萃和北人们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TVS长期在做 那就是你可以观察到 陈时中从最高的时候 对啦 看民调看他的背景 不要被带风向 对 他整个过程大家都很清楚 陈时中过去的确民调非常高 比蔡英文还高 那时候TVS做的民调也是一样 那大家可以看到陈时中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时候刚好是他 在当指挥官时候 疫情最严重 然后每天死亡数这么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去参显是最不好的时机 可是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因为现在六月底嘛 民调7月17日是前代会 你这个时候不出场也不行了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让我觉得陈时中 因为前面已经答应非常多的人 那他觉得他的胜算很高 今天有传说什么 他太太同意嘛 这个跟林志坚一样 他每次都说什么 叫太太同意 而且但是有一句 我觉得听了很好笑 说去年就同意 去年跟今年差多少 疫情差多少 他的民调差多少 他太太现在不知道 会不会有点后悔 是 但是陈时中 我觉得他自己认为他会当选 真的啊 因为他在地方节目 蛮受欢迎 他自己认为会当选 现在还是吗 那因为他毕竟没有真正选过 那他觉得说 因为他接触了很多团体 对他都好像很羡慕 都在同温层里面 很勇戴啊 你看他喝红酒场合 那个邀请他 那个人是郭台银的弟弟 对不对 你所以看到那个场子 就好像他燃力同质啊 那现在我们讲 民进党很清楚说选举里面 金钱是很重要的 钞票是很重要的 光这一波疫情有多少人 以疫谋财啊 然后我们中央有多少人 在帮这些人 我们讲了快筛 讲了疫苗 讲了口罩 那这些最后 他们会不会去帮民进党 可想而知嘛 这些厂商怎么会不会呢 他一定会去回馈 那如果陈时中要选举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出来帮他 所以陈时中会觉得说 我银两也够 我的申乱也够 民调我也很高 那接下来他根本不怕 绝对是他跟蒋万安两个在缠斗 他想的一定是这样嘛 他应该要辞职去参选吧 是不是 他一定会辞职 他不要让人家讲 至少他的募款能力应该是很强 是吗 他根本不用募款 要赏自动贡 人就自己公线来了 公德款 对啊 你看我们防疫的钱 8400亿 然后我们全台湾的 一剂疫苗买多少钱 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不知道的 任何国家的疫苗多少钱 在网路上都找得到 你觉得陈志忠的仇恨值高不高 我觉得林家伦这句话 真的是快很准 打到了心脏 他对五些人仇恨值高 但是你仇恨值要看你怎么看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很多人觉得说 你的疫情后面做得不好 你还有脸去嫌疾 所以很多人就很痛恨他 甚至你有家人或亲友 在这波疫情里面往生了 我有很多朋友长辈就走了 都说要什么 写债写还 然后怎样怎样 都很希望陈志忠出来选 是 那有 当然仇恨值是会有的 但陈志忠认为说 我只要 只要打败蒋万安我就赢了 因为台北的选举 大家在讲杀卡 是吗 因为林家伦说 你看 蓝营可能出现气宝 但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感觉上不是吧 因为陈志忠 他的民调下来之后 是黄珊珊起来 所以这个蓝营 对于蒋万安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感觉上 是他们两个在气宝 是不是 黄珊珊不会是蓝营的吧 对啊 他是说蓝营会出现气宝 对 但他讲的就是黄珊珊 跟蒋万安会有人被气宝 对啊 他讲的是这样 但是黄珊珊不是蓝营的 是没有错 黄珊珊自己言的前提 这个解读应该是错误的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他们两个被气宝 我觉得黄珊珊算是 黄珊珊可以接受的人吧 他上次选市议员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因为他过去清明党 或者早期的新党 大家会认为他有点蓝嘛 是 但是因为这十几元 他时候的表现 他都是利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 应该是说万一啦 陈志忠的这个民调很差的话 那黄珊珊为了不希望 蒋万安当选 所以在这两个人当中 会出现气宝吧 应该不是这两个人吧 是啊 当然啊 姚文字就是被气宝的 姚文字是正统民进党提名了 可是谁气宝他 他把所有大咖找人 有人翻着白眼看天上 对不对 有人根本不想帮他浮显 姚文字最后只拿 百分之十七的选票 所以是必要的时刻 对 陈志忠现在的制度也就十八 必要的时刻 民进党可能会放弃陈志忠 不是民进党 写民字都会放弃啊 对不对 大家看姚文字的十七就是被放弃啊 民进党本来在台北的基本盘 最最低啊 就是李应元 民国九十一年跟马鸥九选 李应元哪百分之三十五点多 只有两咖哦 那其他的票都是马鸥九的哦 马鸥九就拿六十四点多啊 那大家可以看 这是民进党最低的时候的基本盘 那姚文字只有哪一半 他显然是被弃保嘛 所以台北的选举 今年年底绝对是弃保 那弃保就会用有些东西来影响 你怎么去弃保 就是要放民调 所以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以后 台湾大概兜了 兜了民调公司啊 大概将近二十家 这些民调公司都 名不见经传 没有听过的 那都是 他们说他们有民调 然后换给丽营的媒体 丽营媒体占台湾大概百分之九十吧 所以大家就开始 哦哦谁谁谁 那这个就是一个带风向的一个民调 民调出来以后 哇现在陈时中最高 所有媒体做出来跟他们都不一样 那可以看到了 所有民进党是很会操作选举的 会假装那种风向 在台北市自信这么发达的地方 一个风向就很重要了 哦谁谁谁已经当想不了了 赶快给他去保 所以姚文志深受其害啊 所以陈时中现在走在姚文志的路上 当然也很难讲了 因为为什么呢 台湾的选举 现在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这种在四大公投 还有在中二选区之后 都可以整个翻盘 对整个翻盘 大家发现这样子也可以 真的 所以陈时中大家别掉以轻心 虽然这个军事长辈很生气 虽然网友很生气 虽然大家觉得很扯很瞎 但是啊 中二选区跟四大公投 给我们的教训是 这个天下这个选举当中 没有不可能的事 所以台北市民来 智力测验 会不会过关 不知道 但我们来看 带大家回忆一下了 2020年3月 TBS民调 当时陈时中的表现是 91% 惊呆了 到现在为止 你看那时候 意气风发的样子 全台湾啊 请他去 站台有没有 防疫之神 那时候摆西瓜 每天都要脱零 所以在得意忘形之下呢 他说什么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 去年2月的时候讲的 对不对 再讲一遍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啊 这句话大家朗朗上口 但现在都是反过来操作 对不对 全世界都有快筛事迹 只有台湾没有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去年年底 吴赵海格 那时候大家都规定要戴口罩 但他没有戴口罩 所以口罩之乱 别忘了 疫苗之乱 别忘了 快筛之乱 别忘了 台北市民会不会金鱼脑 这个智力测验能不能过关呢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对 刚才出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